而还有军方最新公告了 112年度花莲机场哨音补偿金申请办法 即日起开始受理申请 新城乡则是三级噪音防治区的民众 每一个人都可以获得现金600元 包括了北浦村、大汉村、嘉里村、嘉兴、嘉陵、康乐村 等六个村的乡亲都可以前往申请 而这是今年的第一次 以后年年都可以申请补偿金 而之前的噪音设备补助则是取消了 军方最新公告112年度花莲机场噪音补偿金申请办法 为5号开始受理申请 三级噪音防治区民众每人都可以获得现金600元 二级区域500元 为军事要地的新城乡 则是属于三级噪音防治区 包括北浦村、大汉村、嘉里村、嘉兴村、嘉陵村、康乐村 公居六个村、新城乡长和立特区 也呼吁乡亲可以前往申请医保障支撑的权益 我有几下跟各位来宣导 在七年的时候 五年的时候 但是前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跟乡长来反映 什么事情 飞机场噪音的事情 那你去地方 噪音啊 我四来可以捏一遍而已 就跟乡长讲这个东西 各位都有 只要是多跑了 我们都有15年200岁对不对 但是捏到现在都一直都不知道 不捏到要挂在里面的 所以我们跟空军就来做协商 所以才有今年的 申请一个人支付多少钱 600块 你家里如果有五户 有五个人头 你这边申报3000块 没什么值得 就要到各个村办公处哦 比如说每个村的 哪一个村的 村办公处 你就去登记 带刷生日印章 有五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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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应该是 我们的村管部 村管部 带四个资料 请哪个 不晓得可以跟中国公司来联想 我想是为了新年乡各项的努力啊 我们公所 是吉利的乃威动 我想这个事务的工作 包括我们公所13项的社会福利 是其他乡政比不上的 包括共一不解的善心人士 参与到新年乡来都是这些善心人士来业力来协助各位 所以我在这边多项的事情跟大家报告 跟大家先打 申请人需要填写申请书 军方已向护证单位调取各个管区内 护证资料以便核对 申请的时候需要提交申请书 申请书军方会提供村里办公处 请期待护长印章有效的存款引印本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如有疑问 申请人可以在周一到周五上班时间 或是拨打专线038226251恰询 承办人文陈先生 记得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